另外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他每一題的那個上方都會有什麼難易度有沒有 像這一題是中 剛剛那一題是什麼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一下 他也是中 底下應該有難的啦 他會有一個題目的那個標準 然後這一題的部分我剛剛講過啦 就是這個承辦人他會整什麼 最重要是上課的人數 上課人數怎麼算 特別注意千萬不要用眼睛去算 我最怕是說很多同學 連那個裡面的康義服都不會用 哇那很麻煩 如果你康義服都不會用的話 那你真的用眼睛去算 哇那你第一個沒效率 第二個很容易算錯 第三個太慢了吧 如果說你的這個學生非常多的時候 哇你又數了半天還數錯 那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用康義服兩下就OK了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用康義服來做 應該是這一題最難的地方 當然你說很難嘛不會啦 反正你就知道說 函數該他問你什麼問題 你給對的答案這樣就OK了 所以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一樣開啟那個104題裡面這個檔案 然後底下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題目好了 他說學員基本資料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打開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他實際上有四個工作表 第一工作表叫做學員基本資料 就這一個 然後再修課資料表 再開課有沒有 再開課頒別 所以你大概才會知道一下 他這邊有這些資料 這個是空的 這個的話 這邊有上課人數怎麼算 那有開課頒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他要我們做什麼呢 將學號欄位搬到A欄 學號欄位在哪裡 欄位你要看上面這個 學號在這裡 有沒有 那把 也就是說呢 他意思說 請你把D欄搬到A欄去的意思 那怎麼搬比較快 如果你要搬的話 第一步 請你先選這一欄 那選的話呢 其實把游標放在最上面 D的這個位置點一下 整欄選取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要移動的話 請你按右鍵 把它剪下來 剪下之後的話呢 再到A欄的地方再選一下 跟他講一下就是說 他要放在A欄的位置 所以剪下之後 再點一下A欄 然後一樣按右鍵 這個時候的話 因為剛剛有剪下的那一欄 所以一定會出現 叫做什麼呢 插入有沒有 剛剛剪下的這一個欄 OK 所以你就選這個就可以了 點一下A欄按右鍵 把它這個 插入剪下的這個儲存格 所以他就幫你搬過來了 第一步就完成了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欄的搬動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就麻煩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年齡 所以有一個欄 然後他要我們 就是做這個動作 利用這個函數 跟這個函數 然後算他的年齡 所以你會不會算年齡 然後格式的話呢 他要是幾歲喔 而且他強調是格式 那所謂的格式 就是表面上看到的 不是真實的 OK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如何算年齡 而且他指定就是要Dative 所以請你把游標放在年齡 那怎麼算 他的年齡 他的生日 所以怎麼算年齡 那就是什麼 他的生日 跟今天比 他就知道幾歲了 可是要怎麼樣 兩個相減 這個時候 他又指定就是說 一個函數叫Dative 所以喔 那個Dative怎麼做 另外的話 有個問題 Dative函數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是 在日期時間裡面出現 不過Dative這個函數蠻特別的 因為他有專利的問題 所以他沒有辦法放到清單 所以你看到這個Dative裡面喔 在這裡應該找不到 但是他可以有另外的做法 就是你可以自己打 Dative比較麻煩 要自己打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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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一個Date Date Date 加Dif OK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這個函數比較特別 錢瓜糊 那你需要給他三個訊息的參數 第一個訊息的話 就是他的生日 所以你直接點什麼 Dative 錢瓜糊 他的生日 第二個 逗點就是說呢 跟哪一天比 跟今天比 今天的話呢 今天那怎麼 當然你不可能說自己輸入一個日期吧 那怎麼做 你可以 在這個 裡面呢 你可以再 再加一個函數 叫Today 所以你看喔 你打一個T O 這邊就出現 Today有沒有 點兩下就可以了 但是呢 他會給錢瓜糊 那後瓜糊怎麼辦 自己打一下就可以了 那因為Today的話 他瓜糊裡面不需要任何的參數 所以直接這樣子 Today瓜糊 那就會取得 今天的日期了 OK 然後逗點 所以喔 他的生日 跟今天比 那比什麼呢 你跟他講說 我要比他相差幾年的話 那你可以再加一個 雙引號有沒有 裡面放個Y 那這個表示說 兩個比喔 你幫我比他相差幾年 幫我把相差幾年的結果 幫我帶回來 OK 這樣就完成了 後瓜糊一下 不過這個公式喔 也不難記啦 但是也不好記啦 反正你們大概就是 我的習慣是用理解的啦 因為Datif 然後他的生日 跟今天比 比什麼 比年 OK 那他會相差幾年的意思 當然顧名思義啦 如果你要比相差幾個月的話 那怎麼 怎麼改 其實用理解的嘛 Y是year嘛 那相差幾月的話 對 那相差幾天的話呢 對 就是YMD OK 所以其實還蠻好記的喔 有的時候其實說 那理解啦 像我最討厭就是背啦 所以你是用什麼 用一種理解的方式 那最後就會很自然就會 知道該怎麼寫後面的東西了 不然的話說真的喔 那個實在是記不完的東西 還有我個人習慣說 有些東西我怕忘記喔 我也會把它就是 記錄到雲端上面 為什麼雲端好處就是說 我在電腦上的地方看得到之外 我在外面我手機打開 我一樣可以看到雲端上的東西 所以我如果擔心說 有些東西 我忘記了 但是我馬上要用的時候怎麼辦 那就雲端上看一下 就OK了 像有時候我要上課的時候 太多東西要準備啦 怎麼可能全部記起來怎麼辦 把我以前上課東西的雲端打開看一下 馬上就可以恢復記憶了 另外還有一點啦 我上回錄影嘛 有時候我把以前自己錄影的東西 打開看一下 有時候也都全部記起來了 所以有的時候在做一些事情 我怕忘記喔 我一定會照相 一定會寫點東西 然後呢 可能會錄影下來 那下一次我就不怕忘記了 真的 尤其是那個動作特別多的東西 你當下會做 下一次你大家忘光了 那怎麼辦 又要重來 哇真的麻煩 早不如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OK 省得以後呢 真的是麻煩 所以這個打勾一下 好有沒有 53歲 向下填滿 OK 你會發現 哇 這個訓練中心都高齡 有沒有 都是大概50歲 還有69歲的 好 那 最後的話呢 如果要加個稅的話 當然有個方法 AND什麼 後面再加一個稅就可以了 有沒有 AND稅 有沒有 然後公式打勾 其實AND稅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這樣也會有幾歲 可是呢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方法不是正確的 但是這個方法可不可以 只是說呢 因為呢 題目有特別提到 它是要格式 它不是要串接 OK 那所謂的格式就是說 它只是表面上有稅這個字 但實際上資料裡面不能有稅 OK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那我們如果這個做法是 資料裡面就是有稅 那就不對了 所以怎麼辦 如果你要讓它用格式的方式完成的話 那只能用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底下我把它重新再填 就是呢 請你按滑鼠右鍵 儲存個格式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呢 數字部分的話 我們制定一下 如果數字的話 它一律用0就可以表示 那個數字 那如果說你要再加個稅的話 很簡單 就是這邊的話 後面再加個稅 也就是0 後面再加個稅 這樣就OK了 那你把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一樣會出現什麼 53稅 但跟各位講喔 雖然你表面上看到是53稅 但是存在Excel裡面的還是53 它並沒有稅這個字 也就是說呢 它這個稅怎麼來的 它是藉由那個格式的作用 幫你假裝裝在上面 所以其實裡面存的還是53 這個其實就才是格式喔 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喔 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喔 雖然你可以用M的稅啦 但是那個是資料已經變動了 這個方法比較符合題目要的喔 所以請各位也許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按右鍵儲存個格式喔 制定一下 在這個地方加一個幾歲 OK喔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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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